如果一个一战老兵不巧穿越到了今天的俄乌战场 也许会怀疑自己原地TP了 这坦克跟我在索姆河建的简直一毛一样 坦克在一战中最初发明的时候也被称为零型坦克 正如他的英文本名水柜 其造型活脱一个铁皮乌龟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坦克的外形愈加威名美观 合乎了陆战之王的威名 可是在这两年的战场上 我们似乎正在见证坦克的退化时 在当前世界最热的两个战区 俄乌和巴矣 坦克先是支起了高峰的凉棚 而最近俄罗斯坦克又出现了更加复古的造型 它就像一座移动的破旧采钢瓦小房子 整辆坦克上方覆盖着硅壳造型的钢板 车体前方还推着扫雷尼 某些角度看上去 这个外壳比坦克车体本身要大上两圈 简直就是盖中盖 让人不由的感叹 兜兜转转 坦克又活回了110年前的样子 所谓穷泽四变 坦克的造型绝不是为了复古而复古 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坦克在战场上被揍得太惨 当了一百多年陆战之王 如今却把能吃的瘪吃了个变 在两次车身战争中 以T80系列为代表的俄罗斯主力坦克 屡屡被车身叛军用单兵装备掀盖开壳 当时一众分析家还觉得是苏俄系装备不行 但万没想到这事是谁来谁露馅 一种坦克想要保住自己名称的唯一办法 就是别上战争 这不在俄乌战场上不仅是俄乌装备的苏系坦克处处挨打 常年在主战坦克排行榜上霸榜一二的德国豹二 美国M1在支援给俄军后 也先后被打破了传说中的不败金身 不是被瘫痪 就是被掀了天灵盖 集体被拉到红场势中 德国坦克时隔80年再次进军莫斯科 就连双方武器装备水平极其全数的加沙战场上 以色列国防军多年之来盛名之下的梅卡瓦主战坦克 也遭到了哈马斯武装简陋的亚新火箭弹 以及简易无人机的屡屡暴击 这也就是坦克外形变得复古的背景 好不好看什么的先别管了 战场上保命要紧 想当年坦克刚刚被发明出来 并在1916年9月15日 由英军第一次投放战场时 这个铁皮盒子着实给敌方步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当时英军靠灵形坦克协助步兵 以较小待下就迅速成功切入德军防线6公里 更重要的是坦克的出现 打破了此前由机枪和嵌豪构成的微妙的攻守平衡 战场的天平瞬间向进攻方严重倾斜 让人直呼这种bug的存在不搬能玩 然而战场没有GM 对方能做的只有马上研制应对坦克的装备 实际上从坦克诞生的那天起 反坦克的课题也就同步产生了 人们很快发现坦克的东西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无解 零星坦克虽说是铁皮车 但其实只有薄薄的钢板挺有保护 中口径的野战榴弹炮 直接命中就能造成有效伤害 如果使用专门的穿甲弹 效果会更好 于是适合步枪机枪使用的K型圈甲弹 投入使用 性能更好的TAK1918 37毫米反坦克炮也被研制出来 坦克和反坦克的博弈 也由此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 一直作为人类陆战的主题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坦克为了应对反坦克武器的威胁 就是简单突爆的增加装甲厚度 哪怕是T34坦克那种倾斜装甲 本质上还是变相提高串甲弹飞行路径上的装甲板厚度 反坦克武器也在发展 当时的主流装备是相对轻便灵活的反坦克步枪和中小口径反坦克炮 此外还有反坦克手榴弹 反坦克地雷 燃烧瓶等近战型或被动触发型武器 这期间还出现了两种新式弹药 碎甲弹和破甲弹 前者就像黏土一样粘在装甲板上爆炸 震碎钢板背后从坦克内部造成杀伤 后者则依靠爆炸时产生的金属射流击穿钢板 两者的共同特点是 其威力不依赖弹药飞行速度 破甲弹更是在后来学到了更广泛的应用 坦克方面对此如何应对呢 只需要在主体装甲外 再间隔安装一层装甲板或格栅 就可以有效防御 也就是提前引爆弹药 降低它对主装甲的伤害 二战时很多坦克都这么做过 比如德军改进的四号坦克 二战时期主流的坦克和反坦克对垒逻辑极其简单 一边装甲越来越厚 另一边火炮火径越来越大 而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反坦克武器 当初便携式榴弹发射器和反坦克导弹 他们在二战后获得广泛发展 给步兵提供了一种可灵活部署 适合大量装备 不用冒险贴连使用的反坦克武器 它的理论破甲深度动辄好几百毫米 战后的一段时间里 坦克装甲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不仅此前的反坦克武器获得大发展 四口径唯一稳定破壳穿甲弹的出现 也让装甲厚度的线性增长失去了意义 一门105毫米走进深管火炮发射的弹药 就能轻松穿透300毫米以上的装甲 反观坦克不可能无限制堆砌钢板厚度 就算你变厚了也防不住 还让你变得更加笨重 既然如此 有些坦克索性放弃中装甲 追求机动性 装甲无用论开始盛行起来 脆皮的豹衣 AMX30等坦克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但也有人仍想在防御上做点文章 这方面苏联人一度走在了前列 上世纪60年代研制成功的T64主战坦克 首次安装了K型复合装甲 K型装甲包含了断压钢板 陶瓷材料 玻璃纤维 通过组合这些物理特性不同的材料 在相同的厚度情况下 防御能力远超常规装甲 T64的正面装甲防御力 超过450毫米均质钢装甲 这一发明点亮了新的科技线 随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比如英国就开发了乔巴姆装甲 运用在挑战者坦克上 不过复合装甲虽好 但依旧笨重 通常只在坦克的正面安装 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爆炸反应装甲 提供了另一种防御思路 该装甲被命中后 主动引爆惰性炸药 依靠冲击波 预装钢板在爆炸后移动等方式 主动干扰来袭弹药 对穿甲弹破甲弹 均有不错的防御效果 目前已经在各国普及开来 坦克身上那些密集分布的举行盒子 就是爆炸反应装甲 它的优点除了防御效果好 还有安装灵活 不管你是什么西西古外造型的坦克 都能安排 但在实战中 因为这玩意是一次性的 损坏后需及时更换 要是参加战斗前没准备好 那就要出大事了 车神战争 俄军坦克遭受重创 一大原因就是战前 没来得及更换新的反应装甲 此外 科技发展还催生了主动防御系统 通过电子设备尽早发现袭来的弹药 然后调整发射器 向目标发射拦截弹 或使用其他干扰手段 理论上 这种系统可以为坦克提供有效保护 针对导弹 火箭助推榴弹 这类反应速度较慢的反坦克弹药 效果更好 然而比较著名的主动防御系统 如以色列的战利品 实战效果远远没有预想的好 识别能力 反应速度都明显不足 就在现在加沙战场的实践中 也验证了哈马斯武装人员 仅靠亚辛等简单的单兵武器 就能频频破以色列坦克的防 而对坦克真正无解的威胁 来自空中 要知道 现代战争 那可是空地一体的立体化战争了 近些年来 无人机大量投入战场 更是彻底改变了陆战的规则和形态 无人机的历史 其实已经很悠久了 但它的发展一直很缓慢 直到本世纪 在卫星导航 5G通信等技术的支持下 各类型无人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尤其是那些购物平台上 就能轻易买到的小型无人机 他们已经发展成了新的坦克杀手 虽然他们作战半径短 负载轻 但价格便宜 容易上手 适合大量装备到基层陆军单位手中 对步兵而言 小型无人机的存在 提供了有新的战场侦察 打击手段 提高了基层步兵单位的火力强度 和打击距离 火力输出 从二维升级为三维的立体作战 具体要和坦克交手 小型无人机有两种基本作战模式 一种是挂载爆炸物 飞到目标头上头戴 另一种是直接捆绑炸弹 发起自杀式攻击 无论哪种方式 对坦克来说都难以防范 更几乎没法反击 这一代陆战之王 如今也陷入到了 被单方面碾压的阵阵之中 更何况 与之前的坦克杀手 武装直升机相比 小型无人机的性价比 那可是太高了 无人机的攻击 都是直取坦克最脆弱的顶部 要知道 像美国的M1 它的正面防御力 相当于700毫米军制缸装甲 而炮塌顶部装甲厚度 仅为40毫米 30毫米机炮 就能打穿 对无人机来说 命入一枚改装的 60毫米排挤炮弹 甚至直接把手榴弹 投进驾驶舱内 就足以瘫痪主客 你坦克加再多再厚的装甲 都没有一丁点意义 赤龙得盘着 似乎得握着 坦克跟无人机拼 确实没有那个实力 只有认清这个现实 坦克才能找到 跟无人机博弈的方法 如今俄军的规客坦克 就是这个路数 该怂就得怂 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前 就已有部分俄军坦克 接受了改装 给坦克顶部安装格栅装甲 不管是T72系列 还是老旧的T62等坦克 大舟在炮塔顶部 焊接了支撑柱 撑起一小片金属格栅 或金属网 让空对地弹药 和自杀式无人机 更难命中薄弱点 有些坦克的防无人机设计 覆盖了整个车辆上方 甚至都限制了炮塔的旋转 此后 俄军更是把金属网 爆炸反应装甲 乃至电子战设备 都整合到了炮塔顶部 而现在的硅壳 最早大致出现在今年4月 坦克在车体上 焊接了支撑框架 在覆盖上钢板 铁丝网和波纹钢 对坦克的两侧 尾部和顶部 形成了大面积的保护 看起来就像是 一座移动的房子 这些外挂装甲 与坦克主体装甲之间 距离有一米左右 从实战视频看 这辆坦克 顶着乌军 FPV无人机 海击炮的打击 为跟进步兵 打开了进攻通道 直愣愣地突破了 乌军第81缕的防线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 俄军类似的赶装坦克 越来越多 这坦克虽然丑 但它好使啊 我乌鸦就是饿死 死坏的 真是撞下去 也不会开这么坤的场景 真凶 当然 不管有什么改进场合 都不能保障 高枕忽优 装甲兵们 必须在实战中 继续总结经验 改进设计 才能不断适应 日新月异的战场环境 从古至今 攻防装备 就是在这样反复的 博弈过程中 此消避仗 谁应在设计思路 技术指标 战场适应上 强占高地 就能把优势 体现在战场上 在古弹战争中 一两种新装备的发明 更是足以颠覆 整个战争的格局 现在 你也可以在三国 谋定天下中 体验一把尖端装备 设计师的独特快感 三国谋定天下 主打真职业 真战场 真实的战场 绝不只是猛冲猛哭 打打杀杀 而是有着非常复杂 系统的分工合作 三国谋定天下 高度还原了战争的 这一规律 基于古战场 真实战争分工 设定了私仓 神形 齐佐 镇军 天弓 青囊 六大职业定位 进攻 辅助 扰敌 防御 玩法 方向 随你选择 比如天弓职业 就能让玩家 过一把设计制造 尖端五倍的影 研发打造各种 新式杀器 工程器械 防御工事 成为同盟里 制造和供应军械的核心 如果喜欢传统玩法 当然可以选择镇军职业 以自身超凡的战斗能力 担当同盟里 催程拔寨的先锋 神形 则激动灵活 擅长对敌发动 措手不及的突袭 齐佐 能让你扮演古战场 背后神机妙算的谋士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私仓职业中 你可以快乐种田 为战斗提供 必不可少的 后勤粮草支援 青囊职业 则为大军提供医疗补助 要知道 战损中 伤跟死 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过青囊 快速恢复伤兵战力 减少战死率 同样是同盟 征战沙场的重要保障 六大职业各司其职 又相互配合 从此 你的游戏体验 不再只有干和克 如何利用好职业分工系统 在游戏中 将拥有无限可能 友情提示 游戏的第一赛季 玩家还拥有一次 转职的机会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体验两种职业哦 要说起三国 谋定天下的真实 游戏里 甚至有友商 曾有内侧玩家 祭出火攻妙计 结果一把火 把盟友烧了个遍 三国谋定天下 更可以让你招揽 三国中各路英雄 齐聚麾下 打造全明星阵容 角色之间 还有特殊的羁绊和技能组合 等待各位到游戏中 去体验啦 现在还有大量游戏福利 可领取 游戏抽卡暴率 高到离谱 无需欧皇体制 必可轻松搭配 强力战队 一起来探索 新奇的游戏体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志经》 消灭